中国驻马大使敬见柔佛苏丹,苏丹一句话令白天感动 新山二日训,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金武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会面,并建议白天在新山设立领事馆,以加强柔州和中国双边关系 中国驻马大使白天进见柔佛苏丹伊布拉辛,双方进行友好交流于一个小时,白天或苏丹陛下保证,中资若在柔州遇到困难,可以向陛下求助,令他非常感动 白天金武到新山宽柔中学进行访问后透露,柔州堪称是马来西亚地理位置最重要,发展最具活力,族群相处最和谐的州属之一 而这些成就和苏丹陛下的教育和治理是分不开的 他说,苏丹陛下肯定了中马合作的良好势头,表达了对中资企业来柔佛投资兴业的支持,欢迎中资企业为柔佛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共有十余家大型中资在伊斯干达经济特区投资,累积的投资金额达303亿余令吉,占柔佛州外资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 他也相信,苏丹和柔州政府对中资企业的良好态度,将吸引更多中资企业前来投资,因此,他也对柔州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严深阅读,白天总结形成 新山有三岁 白天,左起,在郑金才陪同下进入会场,并来自新山各地华团共进晚宴 郑金才,有八起,赠送一幅提议字墨宝给白天,陈书北,左八起,郑修强及和国中等见证 新山二日训,中国驻马大使白天总结新山两日行程,得出新山有三个罪,分别为地理位置最特殊,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及各族相处最和睦 他今晚出席前往新山中华工会大厦出席与华天交流晚宴时指出 在他来到马来西亚担任大使前,一直都在中国外交部处理中国与东协十国双边关系,包括马来西亚 他说,十年间,他参与所有中马事务及合作项目,对大马非常了解 虽然他经常出访大马,但一直没机会到访新山 如今终如愿以偿 这两日我终于有机会抵达大马第二大都市新山,我对于新山的印象非常好,总结出新山有三个 白天说,第一个最是地理位置最特殊,新山位处亚洲大陆最南端,有这南方门户美誉,我也赞成新山为亚洲新号望角的称号 他说,还有经济发展最具活力,柔州在过去连续几年都缠联西兹最高州属,良好的经商环境,也让中国厂商踊跃到柔州投资 此外,他说,柔州也是各族相处最和睦周属,在柔佛苏丹伊布拉辛号召下,柔州各族团结一心,水,乳,焦,融,而各族和睦不仅未发展保证,也有全马民众表率作用 今天出席者上有柔州旅游,稍贸与消费人事务委员会主席拿督正修强,柔州务大陈华人特别事务官拿督陈淑北,新山一带一路中心主任拿督司理和国中,及新山中华工会会长拿督司理郑金才等人 白天总结形成 新山有三罪